我们看这个手上五指自然的并龙 中指比较中正 做事原则性很强 龙虎相配一生无忧 中指跟无名指还是见缝 戏比较明显 代表早年的运势 事业和工作方面容易出现一些波折 起伏也代表婚姻感情方面 早年有一些不顺心 不利于早婚 无名指是代表姻缘和另外一半 中指是代表自己 我们看 左手的名堂处还是比较低洼 做事比较有分寸 玉柱文和人文的地文 以及其他的文路 组合形成这种元宝型的财库 我们可以看到玉柱文 脑线生命线及辅助的文路 形成这种元宝型的财库 这是非常早见的这种文路组合 一生钱财不断 玉柱文并且穿过人文和天文 直达中指土星球 形成冲天文 代表事业有成工作稳定 实际上原种是吃国家饭 事业非常的稳定 早年早孕在25岁之前 容易起伏不定 28 32 37岁 是慢慢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 事业方面是相对来说 是渐入家境 受到领导的气动和晋升 后孕是一帆风顺 人文来看还是比较深长 人文很长 深长清晰 做事激化精强 做事是能够灵活应变 人文也叫智慧现 如果是尾端出现明显的分叉 一般的提示 注意肠胃方面的保养 明显的分叉 生命线内侧的 跟生命线平行的 这个叫贵人文 这条纹路出现 对事业和身体状态 会起到一个逢凶化急的作用 对身体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贵人文的出现 同时在事业方面 也容易获得贵人的帮助 这是贵人文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天文感情线也是比较长 但是起始阶段出现锁链状 也是提示不利早婚 实际上要到28岁往后 才能够进入到婚姻 前面两段感情 没有谈成 婚姻方面在36 39 这个时候有一些波动起伏 看后运来说 40岁往后基本上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食指训工也是非常的高度饱满 说明做事上进心比较强 有恒心 失路了 也就是关路 失路 中年的事业是非常不错 正才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她的结婚线 出现三条长短不一 并且有分叉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代表婚姻方面容易出现波动 容易不顺 结婚线分叉也暗示着 夫妻之间的容易 有一些误会和分歧 要好好沟通 我们来看她的右手 她的预注文出现 慢慢的展开 并且跟人文 以及生命线 形成这种三角形的文度 这个也是三角财库 这是财库 一般很少有人有 这种人一般 具有极强的理财和聚财的能力 民间俗语 说手有三角纹 是负到99 说的就是这种三角纹 天文感情线 出现明显的锁链状分叉 那么暗示 在婚姻方面 有一些不顺心 不如意的现象 首相当中 李元宝文和三角纹 都是极力的首相符号 越是封闭 越是宽大 说明理财和聚财能力越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